哈喽大家好,我是上海K美发研究学院的工艺老师 那你们期待的我的减烫的线上课程 它来了 不同长度,不同风格的 现场实用的减烫的发型 那包括发根的增高烫和网红八字刘海的呈现 像吹风造型一样的结果 那今天呢,这个风格呢 我们是会去做造型烫的风格 因为女孩子的五官,轮廓比例都很寒细 包括头发的长度 那我们今天设计一款造型烫 它的发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偏细软的 而且头发是偏沙发 头发比较沙发细软,很干 这个头发是整体染了一个颜色 不然是两节色 现在发的也是一个深的一个颜色 而且很毛躁,大家能看得出来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一个我们 烫发之前的剪发的层次 那OK,我们先给模特设计一个刘海 那刘海做好看了之后呢 它从正面能看得到 那它也会放心的把整个头发去交给你 那网红八字刘海,去怎么去裁剪呢 那我们首先是分区 N区域它分主刘海和副刘海 副刘海的宽度到转角点 那主刘海的高度呢 那要看我们想要的刘海的薄厚 你想要厚一点,那自然要分的高一点 想要薄一点就低一点 它没有多宽的固定的这样的比例 那副刘海我们怎么分呢 副刘海从侧面 从主刘海的后边缘线分到并角点 分出来,依然不要太宽 因为副刘海会跟主刘海重叠 而且它是属于静态区 如果是分的太宽,从侧面看会比较厚实,会比较闷 那我们这边依然是这样子 分到并角点 分出我们副刘海的区域 OK,我们分完这个区域之后 把整个头发扎起来 扎的可以高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把刘海独立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刘海的整体的状态 可以让客人看到 它只做一个刘海 就可以让整个发型变化很大 那主刘海呢 我们从正面拉出来的都属于主刘海的区域 主刘海定在下半以下5公分 长度差不多 因为模特之前是有这个刘海 副刘海定在下半以下10公分 OK 那因为我们向前拉的剪完是一个方 我们需要做弧度 那我们要左右去脚 垂直 上下垂直头皮 左右平行分分线 拉到另一侧 去脚 另一侧 用同样的方式 裁剪腹刘海的方式 垂直头皮拉出 在二分之一处向下划剪 上面用同样的方式 从一半处向下划 划完之后 它就会得到一个 类似于羽毛状的尖锐的一个状态 也不会像之前那么长 我们先大概的剪一下长度 另一侧 用同样的方式 在一半处向下划边角 不要剪得过多 前面依然如此 因为最终我们的腹刘海是要呈现出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从一半处开始剪的时候 那最终这边做一个弧度的时候 它能更好的蓬松起来 拱起来 OK 那我们现在如果在这个发型的基础之上 你剪成什么样的层次 其实都看不出来好看 因为它没有形 但是很直 那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吹风的造型 把它吹出来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弧度 最终烫出来的效果 类似的风格 这样在那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修剪 能更好地得到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的一个样子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们这个网红的八字刘海 它要一个前轻后重 上短下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前面要稍微轻柔一点 那我们现在需要把前面的边缘 做的稍微柔和一点点 发片原位高角度 在发尾四分之一处 用滑点的方式 滑它的前上边角 就轻柔 缓完之后我们得到的一个效果 前面会更短一点点 会更轻柔一点 类似于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副刘海呢 做一点细节的柔和 另一侧用同样的方式 由于守卫的关系 我们要站在后面去剪 会更方便 高角度 滑边角 向后面走 副刘海 依然二分之一处 那我们 整体的大概的刘海 差不多就剪完了 会发现主刘海的后边缘 会跟副刘海重叠 它们视觉上是重叠的 但是层次上不连接 那如果这个角会比较重的情况下 那我们会向后去踢拉 把最后面这个角用点减的方式 柔和一下发尾 这样的话 后面的角就会变得偏柔和一点 重叠在副刘海的时候就不会过重 我们最终要做的刘海 烫完的效果 类似于这样的风格 中间高一点 两边不要鼓起来 整个副刘海有一个自然的弧度 OK 那最后呢 我们要用无痕的牙剪 整体的做一个发尾的柔和 让发尾变得更轻盈一点 依然在发尾的四分之一处 无痕的牙剪 区发量呢 要在15%以内 副刘海呢 依然从一半以下 柔和 剪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轻盈的感觉 整体会比较通透 这个发尾呢 不要特别重 即使勾回来 重叠在副刘海也不会过重 另一侧 用同样的方式 在发尾四分之一处 女士的无痕压剪 剪完之后会发现 整体会比较细腻 副刘海用同样的方式 那我们整个刘海 就裁剪完成 一定要记着我剪的 主刘海和副刘海的一个长度 那通过这几步 简单的修饰之后呢 那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剪的刘海就是这种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长度比例刚好 主刘海和副刘海的比例 不会说上轻下重 或者是下重上轻的这种感觉 它是很协调的整体 算一下 OK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个刘海做好 那顾客能看到 他刘海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他喜欢这种风格呢 我们可以把他刘海 烫成类似于这样的效果 微信搜索公众号 今日发行 那里有更多精彩美发技术视频 等着您 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